週日 加州州長紐森宣布加州退伍軍人健康計劃 由加州退伍軍人事務部向七個縣的社區組織 提供3340萬美元的補助金 擴展全州的遠距離醫療、訓練專業人員 加強給退伍軍人與他們家屬的心理健康服務 聯邦退伍軍人事務部的年度自殺預防報告顯示 佔加州退伍軍人10%的美國原住民群體 從種族和族裔的角度來看 自殺率增幅最大 因此 加州透過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的 自殺死亡率審查合作協議獲得30萬美元的補助金 專門針對美國原住民促進心理健康意識 開發自殺預防服務 另外 除了9月底紐森簽署住房和教育等法案 幫助退伍軍人 加州選民已在3月通過的1號提案 將使用大量資金支援無家可歸 有精神問題和藥物成癮的退伍軍人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曰熙綜合報導